演唱成呈 那 在取名字他有分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 名字的四柱 兩個方向 1 它的四柱 2 生肖性名が 生肖性命学 那这两个呢 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就是说 我的比喻就是这样 四柱就是你本身 房子里面的内部 结构 那生肖性命学就是你房子 这个名字看起来说 这个名字 房子好不好看 那有的人啊 这个取得很好 这个取得不好 那变成是怎么也知道吗 哇这个房子看起来很华丽 可是进去里面呢 哇肉水啊 臂癌啊 怎么样油漆剥落啊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两个 这是他精髓 这是修饰的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明 性命学这个就是外在 跟内在 外在跟内在 好那我们取完姓名之后呢 哪几个重点要注意 来 取完姓名呢 假设是女生 女生呢 她有什么机会 女生的姓名学不可以什么 全阳啊 因为有的女生啊 她来找我改名词的时候 我发现她的名字 全阳啊 那她来找我改名 第一个 感情不好啦 还没结婚啊 不然就是跟夫妻之间 结婚之后 跟有婚姻跟没婚姻是一样的 这个不是全阳的格啊 所以你取名字 你不要有全阳 那再来 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名字 假设是女生 女生的名字 这个念起来 不可以像男生名 这个很重要 有的名字 就说 我这个 我是一个女生 明明是个女生 你念起来的声音 这个念起来的那个声音 念起来的感觉 取出来的名字 就像男生 那你觉得这样好吗 你要说的是什么 不男不女 对嘛 好 所以 这个不可以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 声音 字啊 不可 不可 名字 像男生 名字 和声音 声音 像男生 男生 好 所以这是取名字的重点 还有取名字 它本身的一个步骤 所以在基本上其实取名字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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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 那所以别人说 我是大致上跟各位讲说 取名字它必须要做什么 用什么 生肖用字 八字用神 这个到时候 一步一步的 我会再慢慢教给各位 所以取名字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绝对不要去拿农名利 或者是不要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 就把一个名字就取好了 这是一个不够严谨的一个 取名字的态度 在姓名学里面 它是占我们后天里面的 整个八字的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 所以在取姓名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跟严谨 好 今天我们的风歌 学命理八字 就到这边 下次有缘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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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